大家好,我是青石 今天的具体跟大家分享我去年秋天种下的两颗裸根牡丹的生长情况 前两个视频已经拍过了,长是不是很好 那今天来看看,情况已经相当相当不错了 大家看到没有,椰子也绿了,而且直立向上 很有力量,就是说明它底下的根部已经给它很大很大的支撑了 看到没有,椰子都很直立,而且很有力量 你扒拉扒拉它,它是很有力量 不是那种蔫儿蔫儿的半死不活的样子 说明底下的根已经跟上来了 经过我们春天一两个月的努力 它的须根已经出来了,完全给它供上来的水分了 跟边上的健康牡丹相比,叶子还是很小 但是它叶子也不会再长了,进入夏天了 一直到秋天落叶以前都是这样的 但是它精神头都上来了,可以基本上就活了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到了三十几度还是要注意遮阴 你看我这个遮阴架子还是没有拆的 这棵就更不用说了,这棵是当时长得比较好的一棵 叶子已经完全像正常的牡丹的叶子颜色一样了 而且叶子很密,枝很挺 大家看到,这个就是完全活了 这边上是刚才跟它一块长起来的牡丹 这一看大家就知道,精神头非常非常足 当然今年的春天天气非常好 15-20度的气候,10-20度之间走了大概两个月 对于这个牡丹长新根,这个裸根牡丹长新根帮助非常非常大 这个时候大家千万不能浇肥 长得不错,浇肥了,千万不能浇 好吧,谢谢大家,拜拜